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最重要的是它可以帮助我们测试皮肤年龄跟实际年龄的落差 那透过这样的分析的时候 我们可以提供客人一个非常完整的 这个个人化的疗程护理方案 在做护理的过程中呢 我们还可以做一个追踪的比对 那么我想问一下做这个测试 一般需要多长的时间呢 测试免费的皮肤分析这个consultation呢 不需要很长的时间 半个小时左右就可以了 那么我想问一下 你们的诊所和其他在市面上的别的机构 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是 Mediradian Laser Clinic 它有一些这个高科技的医美仪器 是一般其他的华人诊所不曾拥有的 举例我们的3DRF的黄金维针 这个机器的话 它透过纳米的维针 穿刺皮肤了以后 在皮肤的底层释放一个能量 那这个热能量呢 它就会刺激我们的骨胶原 造成我们的骨胶原重组 再生修复 对于豆坑疤 它再加上皮肤松弛的这种 塌陷的组织皮肤状况 有很好的疗效 那我想问一下 做美容有没有一个年龄段的限制呢 没有年龄段的限制 越早保养得的的话呢 它的效果会越好 就像我们运动的状况 你越年轻的时候 越有能力去 恢复你自己本身 达到自己要的要求 那会不会是要看到 自己皮肤有缺陷 或者有一些问题呢 才去寻求这个医美的帮助呢 那个时候可能就比较晚了 通常的话 我们会鼓励到没有达到问题产生的时候 就开始做保养的的话呢 你对于避免以后的这个问题发生 跟可以达到完整的效果的改善会比较好 其实要做一个很好的蜕变 也是有一些难度 而且因为肌肤的问题 也是非常的复杂的 要怎么样去蜕变呢 也是一个难题 那么我知道通常 比如说女生啊 在加拿大这么大太阳的地方 就很容易会长斑 有什么方法或者效果 能够让我们去去班呢 OK 好的 我们这次有一个仪器 是Luminous M22 王者之冠 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嫩妇系统 它是结合了OPT 彩虫光跟1565的激光系统 一般其他的激光系统 没有办法在一个户里 两者间距 所以它是一站式的 一致性的疗程 你可以享受到两个护理 那这两个护理结合之下呢 对于雀斑 对于雀斑 对于射斑 对于按哑 皮肤按哑有黄气 甚至于细小的皱纹 这个或者是假性肝纹 紧致皮肤 破裂微血管 各种皮肤的 你可以想象到的皮肤问题呢 在这个机器上面 这个仪器上面都可以达到解决 就是说 比如说皮肤都有 你上所说的问题 它通过一个疗程 就能够全部解决吗 还是说要分开 针对性的治疗呢 我们通常会建议 一开始 我们有这个计划性的 达到一个某种程度的疗效之后呢 之后我们可以记录 保养性质的 所以一开始 这种correction的 这个treatment package的话 会会持续 每个月进行 一直到你效果满意了 或者是我们觉得 我们可以延缓进入保护 就是说maintain的状况的时候呢 就会进入是 隔的物理时间会长一点 但不会是一次 就能够解决掉所有的问题 都是需要时间 那么我知道你们还有一部 最先进的这个皮秒镭射 能够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它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对 皮秒镭射呢 这个机器叫PicoShore 是世界上第一部的皮秒激光 它的速度 它的脉冲速度 停留在我们的皮肤里面 是一万分之一秒 所以是非常短暂的 对我们的皮肤的这个伤害 跟它的热能停留在皮肤里面 是最短的 那它破解这个粉碎黑色素的效果呢 跟传统的黑色素 传统的雷射粉碎黑色素的效果 是不一样的 它会震到非常的细小的分支 之后让我们的身体很容易代谢 所以在润肤柔肤 去斑 甚至于去TATU 它现在是最新的科技的一个仪器 那我想问一下 你刚刚提到的这个皮秒镭射 和这个M22有什么区别呢 它都可以做一个 很好的一个皮肤的一个改善 对对对 两个基本上呢 都是一个都是很先进的镭射仪器 皮秒的话 它针对于色素 对于颜色 是属于比较好的疗效 但是对于破裂微血管湿的的话 跟泛红的的话 皮秒没办法做到处理 只要透过M22 它就可以到这个去红血湿 脸部翻红的这些皮肤问题 所以说皮肤上面有很多不一样的问题的话 能够同时使用这两部机器吗 一天内不可以 要分开的 要有计划性的 我们要透过皮肤分析仪 透过面对面跟客人的接触以后呢 我们能够配置一个个人化的疗程计划 所以说一般这样的疗程是有多长的时间段呢 才会有一个效果呢 如果要立即效果的的话 就是看不同的仪器跟它的问题 通常我们会建议尝试四到六次为一个package 来做一个初步的尝试 因为大家都希望说很短的时间里面看到最好的蛻变 大家都希望就是用最短的时间能够达到最好的效果 我想问一下就是你有什么样的经验或者感受 能够给我们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下的呢 以客人方面有这些图片 有图片我不知道刚刚是不是有放过了 就是这些图片的的话是客人 他有很顽固的这些认诚纹的斑 荷尔蒙斑 很顽固的斑 还有这些像还有豆坑斑 这些问题的话 他透过我们公司的这些仪器来做治疗的时候都非常满意 都有很明显的对比的照片 实际的照片给供客人看 做个比较 好的 谢谢 那么到了节目的最后 你有什么想要跟观众朋友们分享的呢 跟观众朋友分享的就是像这些医学美容保养 并不是一步登天的 我们每个人都有能力 都有很大的空间去进步 去达成一个延环老化的方向 抗衰老都是每一个女生都希望做到的事情 而且是因为他也没有年龄的限制 当你有问题来寻求帮助的时候也是有立即的效果 那满天来讲的话是比较长远的方式 那我想知道他的副作用会有什么副作用呢 每一种你基本即使去美容院做一些基本的 Facial都有一些风险的 那相对的这些医学美容 它也有某种程度的风险存在 但是就是我们诊所来讲的话 都是认证的护士 还有医学美容师来执行的 所以这些风险已经是降低到非常低微的 那么比如说有一些观众朋友们 想到诊所里面来去做这个疗程的话 他们要预约吗 还是说直接walk in就可以的呢 我们是采预约方式的 如果walk in 进来的的话 我们怕我的时间没有安排好 然后冷落了客人 所以是预约性质的 所以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那么通过改善皮肤的一些缺陷 能够达到自信美 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